我和我的祖国 一个月不能分割 无论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赞歌 乐坛有为经典的一首《我和我的祖国》 相信不少人都听过吧 王妃用灵性的嗓音唱出了 每个人心中对祖国的万千柔情 像一幅壮丽的祖国画卷 此歌在乐坛被广泛传唱 本期就给大家带来几首此歌翻唱版本 第一位黄湘云 黄湘云是一位有着天籁之音的歌手 从开头的《亲肉丁营》 到高潮处的《激昂高亢》 她的声音既清澈又温暖 既娇美又坚定 既细腻又豪迈 让人听了心潮澎湃 感动不已 第二位黄湘云 黄瑾瓶云是一位实力派演员 也是一位有才华的歌手 她曾经翻唱过《我和我的祖国》 这首歌是一首经典的爱国歌曲 表达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和无限忠诚 我最亲爱的祖国 我永远记忆着你的希望 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和我诉说 我最亲爱的祖国 第三位美国歌手 《我和我的祖国》流传盛广 如今已经火到了国外 美国歌手的翻唱太阳气了 一定是一波成功的文化输出 实在太惊艳了 《我和我的祖国》 第四位王小伟 她是九月奇迹的主唱 王小伟的音色不俗 魂后大气的嗓音一出太接地气了 让人足够被感动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牛牛春夜 香香寸落 路上已到着 第五位大张伟 大张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歌手 主持人 演员 他的音乐风格多变 既有摇滚的激情 他用自己独特而又出色的方式 向祖国表达了自己最真挚最深情的敬意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飘飘吹烟 笑笑和我 路上已到着 我最心爱愿如何 我歌唱每1位CHO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1个小时 闻音乐风格多叹 哼音乐风格多叹 按时哼音乐 唷音乐 天音乐